好,我們今天來跟請教的是非常民氣很大的淡江大學全球學院的院長 這個是包正好教授 來談一談最近的一個熱門的話題 那就是現在有關於萊克多巴胺 美豬要進來台灣 那現在中央政府的規定 很多地方政府透過地方知識條例 基本上來講就是要求零檢出 中央政府是說可以允許10個PPP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這方面不一樣的時候 有衝突的時候 你到底是不是中央政府有沒有這個權利 說地方政府的政治條例無效 你怎麼看?要包院長 好的,我這樣說 地方政府的單行法規或是行政命令 不能抵住中央政府的法規 那這個是國家運作的基本原則 不然基本上就是國不成國 可是中央跟地方分權也是我們憲法所要保障的一些權 所以中央政府的某些規範 如果說地方政府認為摯愛難刑 當然也是可以提出相對應的做法 事實上現在美國豬肉的進口 中央政府自己本身就立場不明確 雖然要求說可以進口 可是農委會跟教育部又說 一般的學校是不可以使用的 所以這就給中央政府的一個好的切入點 那當然就是 你不可以使用的話這些東西就零檢出 所以零檢出才能夠用在政府機關 才能夠用在學校 所以整體來說 然後像豬油的部分 標示清楚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產地標示的問題 中央政府連衛福部自己本身也是不清楚 所以說地方政府然後從嚴解釋 然後要求全民檢出要求明確標示產地 那當要求零檢其他的瘦肉精對不對 其他有瘦肉精的豬肉 基本上在這些地方應該就不會有太大的銷路了 所以我們長期來說 很簡單來說一句話 今天地方政府為什麼會要跟中央政府對抗 其實理由很簡單 就是中央政府今天所提出來的政策不得明星 地方自然會這樣 來 這樣子我記得前一陣子 因為中火的事情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的事情 那時候的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就台中市政府跟中央政府就等於是對抗 那時候的台中市政府就頒出一個地方自治條例 開始說中火要停 要停止發生美的執照等等的 他引用了一個說四線478號 如果中央跟地方在法規方面有進和的關係的時候 他盡量的要尊重地方自治 就這個觀點 當然我看了其他的一些的案例 他也是有說應該要這個地方的即便自治條例 不可以我被中央的一個法規 那這兩個東西啊 現在中央是用行政命令 那地方是用地方自治條例 這個兩個之間的一個進和 你怎麼看 我簡單這樣講 因為就像我剛剛所提到的嘛 那個地方的單行法規 然後或者行政命令 不能夠抵觸中央政府的法規 但中央政府用法規去 中央政府自己本身用行政命令 去壓制地方的單行法規 那其實不是很妥當 這其實不是很妥當 對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要強調的一點是 中央的是行政命令 地方的是一個法的位階啊 所以這裡面中央是 感覺上是比較 一般感覺是比較霸道 更何況這個牽涉到人民的健康 那如果真的相持不下 也就是說比如說雲林 他要罰錢啊 如果減出售漏錢要罰到上億 那這個其他縣數當然也有罰啦 台中市政府也有罰等等的 那如果廠商不願意交這個錢 他說中央說可以 地方說不可以 有爭議的時候你怎麼辦 這個東西這樣 如果說要罰款這件事情啊 對不對 因為零減出是一件事情 就是中央我們 我們的零減出恐怕只能放在特定的地區 比如說因為現在中央政府本身 是說可以開放瘦肉精使用嘛 對不對 然後可以 然後但是呢 不可以用在學校 不可以用在學校 對 用在學校這些地方的時候 必須要零減出啦 你必須要零減出 那我們能夠做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零減出的時候 減出就直接罰人家錢 他其實還要後面要連結到是說 他是不是用在 是不是嘗試著用在 用在地方 地方上 像學校啊 這些地方 學校啊地方機關 如果沒有這一個 他必須要兩者結合啊 這雙方都沒有別 絕對必贏的 說絕對必贏的一個 我聽懂 歡迎這個商量跟地方啊 如果在發生 這個爭執的時候 其實如果對抗下去 來講的話 大概都兩百俱傷啦 所以最後一點我想 這個包教授 要不要從你專業的角度啊 你要不要給這個 中央地方政府 一個建議可不可以 我覺得很 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次美國豬肉進口啊 他其實真正的環節是 很明顯的 大家在爭議了這麼多事情啊 表示我們對他有疑慮吧 我們對他還有一句話 是不是要經過充分的討論 充分的事宜 把我們的疑慮解除了之後 在大家才能夠理性的做出來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進口售肉精 你看農委會啊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那個學校不會用 簡單農委會是認為有危險的啊 那衛服部好像都沒有問題 陳時中說 事實上一輩子都不會有問題 你中央政府自己都沒有確定了 你如何去說服一般民眾 能夠接受說 好吃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可是總統府他就是一套 建議就是一個行政命令決定要開放啊 這很明顯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如果這件事情的爭議性這麼大的話 對不對 然後會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彈 跟民眾的反彈 為什麼一定要強迫的這樣子推動 所以你是不是同意啊 馬前總統馬一九前總統啊 所說的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暫緩 生效啊 多溝通 我們再來做決定 會不會暫時這樣 當然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 可能要暫緩 然後經過比較充分的溝通 然後再來決定說要不要進口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呃 這是陳時中說的啊 我們換取到了國際地位啊 那我們很想要看到很想要知道 換到什麼國際地位 我們到底換到了什麼 如果都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這些事情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只能說 那我們直接跳進 上權辱國的結論 其實也還蠻正常的啊 是 好 今天非常感謝包教授啊 從專利的角度來看一下 中央跟地方之間啊 有漢格 現在是中央用行政命令 地方是用法規啊 用法的位階啊 在裡面之間的對抗 要怎麼解決 那麼包教授提出來的 最後就是說應該多溝通 我們暫緩一下 可能對全民都好 對中央地方也比較好 今天非常謝謝 包教授給你們指導 謝謝